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由此式家人笑 精静自在 笑啦笑啦笑啦你 一笑將我心血送開 你的笑 我的最美麗期待 是現在隔壁快樂 憑禮參見皇上 憑身 謝皇上 你們匆忙找朕有何事 皇上 我有兩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 按照大唐法律 是否不允許夫妻恩愛 是否一定要拆散人家才安心啊 看不得 等我問完你才答 第二 是不是拜神 就一定要懂妖術 這麼說 城隍廟裡 大姑大神都懂啊 難道滿街妖孽啊 他們得 分明就是你們處事失大 冤枉好人 如果你們一定要打凌風的話 我貪不得第一個不服 如果你非要打人的話 那你就打我吧 呵呵 不敢打 打我 他們得 打我 打我 大膽 參見太后 參見太后 你想挨打 我就把你拉出去打 打到你殘廢為止 罪甘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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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兒 這件案子不能再拖了 那個臨風 如果不將真相說出來的話 就要大行伺候 皇上 事情尚未查清 怎麼能隨便用刑呢 現在已經人證物證俱在 不容他抵賴 皇上 如果一用大行的話 貪僧恐怕犯人會驅打成招 到時不但抓不到真正的兇手 還會連累一條無辜的性命 請皇上三思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齊子皇上 四元塔又有事發生了 參見皇上 你們都趕來了 大師 這位是你一個 太后 請問是哪位皇親 皈依這個羅漢 是周尚書大人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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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大師 怎麼會這樣的 阿彌陀佛 他是活活被兵打而死 子昂大師 你不能死啊大師 何以你這麼說 因為這個流血淚的羅漢 名叫蘇平陀羅漢 他前生 是皇宮的一名侍從 負責打理仙花 有一天 他遇見釋迦 就將仙花獻給他 釋迦知道 如果他這麼做 就會受到責罰 但是這個侍從並不在乎 他說能夠見到釋迦的真相 是與佛有緣 就算是死 也是值得 結果這名侍從 因為這緣故而受的責罰 活活被鞭打三十九鞭而死 起座皇上 經微臣檢驗證實 周尚書 是被人鞭打三十九鞭而死的 又是三十九鞭 妖術 一定是妖術 母后 你鎮定你 皇兒 你叫哀家如何鎮定啊 你也看見了 房門明明反鎖的 他卻被鞭打而死 不是妖術的話 還有別的可能嗎 皇兒 事態嚴重 不可以再拖了 死了兩個人了 說不定 下一個輪到哀家了 一定要動大刑 逼那個犯人 說出解咒的方法 刻不容緩啊 皇上 千萬不能用大刑啊 傳朕之意 大心逼宮 皇上 朕已經決定了 不必再說 請皇上批准 貧僧到公堂聽審 不行 這個人 最善意強辭奪理 哀家要親自審問此案 你不用太擔心了 說不得大師 答應會幫助我們的 你很快就會放出去了 那些無恥的敗類 無憑無懼都可以把我抓來 他們哪會那麼容易就放過我 但你真是冤枉的嘛 我想真相 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林峰 太后要親自此人問你 跟我們出去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相公 娘子 相公 娘子 相公 相公 林峰 你認不認 我沒做過 你叫我怎麼認 刁民 你不用再狡辯了 你到底用什麼妖術 害死八王爺和周尚書的 周尚書 你不用裝風賣傻了 要不是你失散妖術 八王爺和周尚書怎麼會死的 周尚書是在密室裡自己鞭打自己而死的 你這妖孽快點認罪吧 冤枉啊 我真的沒做過 冤枉啊 我真的沒做過呀 你還不認罪啊 來人 再用重刑 是 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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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冤枉的 你們放了他呀 我認罪 我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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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沒錯吧 認罪了 你到底用的什麼妖法 快點說 我是用最惡毒的妖術 我要主動你們這些風口蛇心的偽君子 我要你們受盡十八種痛苦 受盡折磨而死 凌雲 我已經替你報仇了 他們全都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江國你為什麼要認罪 明明不是你做的 你為什麼要認罪 娘子 我可以不認罪 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來人 把他養下去 聽後皇上發落 讓開 讓開 不要 娘子 不要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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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點東西吧 是是 吃點東西吧 你幾天沒吃東西了 臉蛋都凹下去了 你就吃點吧 不然哪有力氣救你相公呢 施咒的人明明不是你相公 為什麼他要認呢 你沒聽過啊 什麼叫驅打成招啊 他們冤枉好人嗎 不過呢 你放心 皇上他那英明神武嘛 他會明白的 萬一皇上不明白的話 有我嘛 我跟他說幾句 我和皇上很熟的 只要我一開口 他立會就放了你相公 相信我沒事的 你瞧瞧你這德行嗎 皇帝會相信你 連我都不相信你啊 你怎麼老是跟我作對呀 不過不要緊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應該相信我師兄吧 我師兄呢 跟皇上秦桶手足啊 而我和我師兄也秦桶手足 我可以叫師兄 跟皇上說一聲嗎 皇上一定答應的 沒問題的 如今皇宮裡人心慌慌 皇上跟皇太后 根本不會聽任何人的話 連你也潑我冷水啊 我只是實話實說 那就那就這樣吧 你不相信我和我師兄啊 總該相信他吧 我 我也顧不得該說不該說了啊 他啊他不是人哪 他是一隻鬼啊 人講的話皇上不信 鬼講的話總該信了吧 叫他嚇一嚇皇上 皇上就什麼都答應了啊 你不用騙我 我知道這次沒希望 還是不相信呢 是真的 我沒有騙你啊 那 那 你不信有鬼啊 信不信有神仙啊 我師父那個布袋啊 是神仙哪 我說句話 他什麼都會答應的 放心啊 真的 沒有問題啊 喂喂喂 你別自作主張啊 老布袋未必會答應你的 他敢不答應我 我就 不忍他做我的師父 再把他的頭扭了 把布袋給剪了 連布碎也燒掉 看你出來有牙切齒 做起來那個有心無力啊 他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林夫人 喂師父 小心啊 那 我求求你就一次好了一次好了 以後呢我就會乖乖地念經 吃長摘 只有你才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困難 你算了吧你 剛才說得多漂亮啊 現在他不肯幫你了吧 唉 林夫人真是殘了 空歡喜一場 真傷心兩場 你神點口水行不行啊 還不幫我求求師父 唉 沒用的 老布袋是爵士的高人嘛 他哪有空 能管你們這些凡臣俗事 不錯 凡臣俗事應該由我們俗事的人 自己去解決 你師父只是幫人化解煩惱的 現在還不夠煩惱嗎 夫妻分離啊 就快陰陽相隔了 今天就是世界上最煩惱最煩惱的事了 我是過來人 我自己清楚 師父 求求你啊 只有你才可以替他們解決啊師父 喂 老公 幹嗎 幹嗎 去廚房 幫我給你摘菜出來 摘菜 是啊 他從頭吃光了 福哥 你有辦法的福哥 你一定有辦法的 你這不英俊瀟灑 這樣吧 你這兒吃人家的嘴軟嗎 是啊 師父這麼胖一定很喜歡吃東西了 我們進去炒一碟香噴噴的摘菜送進去 保證他會心軟的 好 我就進去 日夜向他哀求 使得他感動為止 唉 那感動不了他怎麼辦啊 不感動我就死也不出來 跟他鬥耐性 哎 看不得 你不要再自作主張了 凡事呢還是等說不得回來解決 那個大頭和尚 還說呢 有事就不見人 這事就佔滿人 閃閃閃や閃閃然 閃閃 慎王大師 说不得大師 你是否已經參rada出 此事當中的奧妙呢 趕慢一聲 你信不信是凌鋒做的 我不信 那你信不信有邪術呢 是 不过这次这个世界 不是出于邪术 但是贫僧想不通 凶手到底为什么要杀人 贫僧研究了很久 这种叫做赤铁石 盛产于天竹 他遇到天气变化 忽情忽音的时候 就会渗出水分 只是贫僧不明白 为何是邪水呢 那可真是巧合了 我也发现了一种 盛产于天竹的星红图 它常年赤色 但是如果遇到天气变化 忽情忽语的时候 就会流出水分 这些水分是红色的 但是罗汉佛像 并不像是由泥土打造成的 我也知道 但是这些佛像 也不像由石头雕刻而成的 大师 这些佛像会不会 就是由这种石头 加上这种图打造而成的呢 这些佛像是什么做的 我们没办法鉴定 但是有一个方法 你想把佛像打破来看看 不错 不过 这些佛像是太后 亲自下令搬运的 如果有什么损坏 说不得恐怕 如果皇上怪罪下来 贫僧愿意跟说不得大师 一起承担 好 既然此行大师 都不怪罪说不得 浪费了大师千辛万苦 搬运的心血 那么说不得 又何罪之有呢 说不得 说不得 你来 好 你看看 看来我们又来迟一步 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 你们来得正好 这次是张钦家 皇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今早张钦家出外散步 过了五十人未回府 于是他的家人就四处找寻 终于在这里找到他 但是他已经弃绝身亡了 皇上 这位张大人 是否已经皈依了 庆友罗汉 你怎么知道 刚才我和说不得大师 在慈云塔 见到庆友罗汉流出血泪 所以我们立刻赶来 真是不可思议 张钦家是被勒死的 大人你看看 整个沙滩之上 只有张钦家的脚印 没有其他人的脚印 没脚印 如果沙滩上 一点脚印也没有 那么凶手是怎么来 又怎么离开的呢 这个凶手不止凶惨 也是贫僧出道以来 智慧最高的一个 根本不是什么凶手 是邪术 不然怎么会没有脚印的 皇儿 这件事不可以再拖了 快得下令斩杀林峰吧 不然的话 我们各个性命难保 来人 传朕的旨意 明日五十一刻 将林峰除染 皇上 此事绝非妖术 贫僧相信 乃是有人行凶 请皇上收回成命 延迟楚斩林峰 你说有人行凶 那你就拿出证据 为什么每个人死之前 罗汉都会流出血泪呢 贫僧和慈杭大师 正在研究当中 贫僧相信 很快就会有结果 好 就算你可以解释 罗汉流泪 那么凶手又如何 将八王爷饿死 上书大人 为何在密室遇害 还有张大人 他又怎么会死在沙滩之上 我现在不知道 不表示我将来不知道 请皇上多宽限几天 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要朕宽限你 那谁来宽限朕呢 朕已经决定了 皇上如果坚持 要出展林峰的话 那皇上就不是一个好皇帝 我说不得 也交错了你这个朋友 你是出家人 慈悲为还 连一只蝼蚁的性命 你也不忍杀害 但是朕乃九五之尊 统治中原大帝 你可知道 如今整个京城 遥远四起人形惶惶 还有人说 最后十八罗汉 会一起流泪 到时候整个京城 会有一半的人死于瘟疫 如果朕不阻止这件事 大党迟早会动乱 说不得 你应该明白 皇上 即使你除战林峰 也是无补于事 何况他是无辜的 请皇上三思 就算朕相信你 林峰有九成无辜 只有一成嫌疑 朕也要这么做 皇上 不用说了 朕已经下旨 明日五十一刻 将林峰处斩 均无戏言 除非 你可以找到真凶 又或是 于明日五十一刻之前 能够解答这三个难题 第一 为什么八王爷 一人进修 会饿死自己 第二 为什么有人 会鞭打自己三十九鞭 领自己流邪不止而死 第三 为什么张大人在沙滩被人勒死 而没有凶手的脚印 如果你可以解答出这三个难题 朕就会保住林峰的性命 朕现在想静一静 你还是先出去吧 说不得 就此告退 说不得 朕也希望你能够解答 怎么样 想到了没有 帅爷 帅爷 想到了没有 想到了没有 帅爷 帅爷 瞧你的样子 两眼无神 肯定是一晚上没睡好了 少爷 现在子时了 自瞅尹某 臣似舞 只是六个时辰了 如果还想不出来 那凌峰就要被斩了 你别告诉我 你根本就想不出来 你不是一向狠行的吗 天上至一半 地上无一不小 贪不得 许德 我有一个想法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有什么想法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 那那个凶手进去静世之后 他首先呢 就将八王爷绑起来 将八王爷绑起来 帮我绑起来 好好好 帮我帮我帮我 来来来 快快快 然后呢 顺手就拿个包子 塞着八王爷的嘴 来来来 顺手啊 是不是这样啊 没错了 来跟我来 八王爷过来 然后呢 把他扔在床上 弄得八王爷动眼不了 就好像尼姑看花轿 有的看没得做 活活地给饿死了 你说是不是 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不过呢 那兄弟怎么进来的 除非他像鬼妹子这样 穿墙过壁飘进来啊 不然的话你看看 房门 硬邦邦的马 哪这么容易跑进来呀 那倒是 不是容易的事嘛 那怎么办啊 会不会是这样 怎么样 大农包啊 大农包 这种大农包啊 不一定长在脸上的 长在身上的吗 大农包可以长在 喉咙里的吗 如果你的猴头节呢 长了一个大农包 就算想吃东西也吃不到 想不饿死也很难呢 肯定就是这样 大农包 去你的大农包啊 你的草包脑子里 长得全都是稻草啊 好好的猴头节啊 怎么会长大农包呢 就算真的长大农包 但是人有求生的本能嘛 真的要饿起来呀 狗屎垃圾你也一样照吃啊 对不对 不过 那具尸体啊 嘴里完全一点食物都没有 所以肯定不是这样 不过有件事肯定的是 你的舌头长了大农包 活开 你真可恶啊 我拼命你得想饭了 这是咱们成农包 快点想出来 快 林峰 有人来看你 盛阳公 盛阳 娘子 盛阳公 娘子 你受伤了 娘子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那些可恶的黄金国旗 以为逼死我就没事了 他们一定不得好死 你不会有事的 大师他答应过我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一定查得出来 那些人的死 根本跟你没关系 到时候 我们一块离开这里 我们 我们把所有 不开心的事全部都忘掉 我们 我们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娘子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我踏进这道门 就不会活着让我出去 不会的 不会的 别这样了 你听我说 好吗 别这样 以后 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你知道吗 不会 好好地报告 不要再为我伤心难过 这案子 有点头绪了 有点头绪了 是这样的 那道门他根本就没锁 他还没锁了 自己家里边 哪还用锁门呢 是吧 所以这个凶手呢 就长驱之路 他就进来了 接着上书大眼就拿出鞭子了 你不停地抽他 一鞭 两鞭 三鞭 你怎么没反应呢 你怎么没反应呢 这个用给抽都没反应 四鞭 五鞭 六鞭 七鞭 八鞭 八鞭 抽几十鞭的 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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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凶手 就跑掉了 跑掉了 说到这儿呢 那个门还是没关 但是这位上书大人呢 就被那个凶手呢 抽了几十鞭的 他半条命都没了嘛 又怕那个凶手啊 回过头轮带抽他嘛 那就非死不可了嘛 所以他呢 就过去爬起来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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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你 快点好不好 要快点 快点快 爬 爬 爬 生死万头啊 他们还不快点啊 他们都不好 爬 爬 这上书大人呢 耗费了不少力气了嘛 来到这儿 这支持不住了 就要死了 死 死了 死 死 死 就要死在这儿了 死 死 死 就这样 应该没错了吧 当然是错了 你自己说的嘛 上书大人被人用鞭打打死的嘛 那当然是鞭打的 血肉模糊啊 全身都是血啊 满地都是血啊 枕道门都是血 是不是啊 谁知道呢 血你都看到了血啊 喂 你可能会说 上书大人他一向喜欢干净嘛 就算只剩下半条人蜜 也要擦 擦 擦干净那道门呢 擦干净地上的血迹 不然就死不明目啊 擦啊擦呀 一边走一边擦 一滴血也要擦干净 擦干净为止啊 擦在地上一滴血迹都没有 他就死得明目了 喂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 你这么牵强 我牵强 喂 你说你自己啊 你还不是胡说八道 一点都不害臊 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厉害你那姐是暗情吗 我们问师兄了 师兄 你跟我们拼命里吧 少爷 谁都说的也吧 他不得啊 你们让他静一静 再找不到凶手 凌风就会被处斩了 我只是启发少爷的思维嘛 其实 少爷 走快点啊 哎 少爷 是不是就在这儿啊 那 第三个死者就是死在这儿了 那 第三个死者就是死在这儿了 那 第三个死者就是死在这儿了 是 没错 他是被人勒死的 那奇怪的是呢 整个沙滩 就只有死者一个人的脚印 依我看 这一关最容易过 你啊 身为读书人是不是 那你应该知道 什么叫做孔明灯了是不是啊 孔明灯 阿枫 蹲着 好好的干嘛蹲下啊 我示范凶手 骑孔明灯杀人 现在到哪儿去找孔明灯啊 来呀 你就当孔明灯让我骑去嘛 这 男人让女人骑 一辈子会倒霉的 不要 搞什么 阿弥陀佛 我是个尼姑妈 被尼姑骑过会发财了 你没听过吗 那他别骑了 背吧 背就背 来来来来 上一点 上上上上 一二三 起 那凶手呢 就会骑着这个孔明灯呢 对呀 鬼妹子 你假装那个死者 打坐念经 是不是这样 是了 然后呢 你听我说嘛 然后呢 你就走到死者的身边 对了 是 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啊 你这个傻阿福啊 怎么在人家的面前 弄手杀人的 要绕到背后去啊 让他背后啊 当然是让他背后了 背后的人啊 是啊 然后呢 神不知鬼不觉 就从他的身后偷偷地 累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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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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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走啊 当然是飘了啊 飘不起来 你怎么着我怎么飘啊 当然是七口没能飘了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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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我来来来来 辛苦你了啊 要你背我啊 世兄 哇 我们这么卖力 你就这么走了啊 不用担心啊 一定能破案的 放心了 尸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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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connectors 尸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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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娘子 相公 不要啊 还偷了呀 娘子 娘子 出来 不要啊相公 娘子 救救大爷不要抓他 相公 娘子 相公 走啊 娘子 相公 娘子 相公 瞧你呆呆傻傻的 还没想出来啊 快展投了 你别催了 这种事情 当然要多想一会儿嘛 跟我说真的 少爷 你已经想了半天了 是啊 大家都想了很多方法了 没有一个对吗 说不通 卫大人 慈行大师 五十块到 想到方法了吗 我还没有想到 慈行大师 你想出来了吗 我只是想出了一部分 其中有些地方 我始终是想不通 我也是 到底怎么样 你想到一部分 你也想到一部分 能不能测到一起呢 希望我们能凑起来 解决这三个问题 不过 慈行大师 卫大人 势不宜迟 启程吧 喂喂喂 到底八王爷 为什么会饿死在房里呢 凶手是利用这张床 床 床也饿得死人吗 是不是真的啊 他们得 干什么 躺上去 躺上去 时间不多了 少爷叫你躺下 你就躺下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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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贫僧推断 这个凶手 就是令八王爷 在床上静修的时候 刚好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想打岔的啊 只不过呢 静修的话呢 一定是坐着打坐的嘛 怎么会躺在床上呢 太木德 你照坐吧 没时间 好好好 躺躺躺躺 我立刻躺 立刻躺 好了 大字形地躺着 上面几位兄台 可以开始了 开始吧 搞什么鬼 乖啊 啊 继续啊 凶手就是利用这天窗 将几个钩放下来 然后将八王爷 连人带床掉上去 就是这两根横梁 将八王爷压住 八王爷想吃也没法吃 想叫也叫不出 就是这样饿死了 过了十几天 凶手就将八王爷的尸体 连这张床 放回原本的位置 等我们发现之时 大家就误以为八王爷 是自己饿死自己的 这岂不是谋杀 贫僧佩服 太好了 我们终于破了第一关了 你立刻回宫 将这件事禀告皇上 是 大人 我们继续赶下去 解决第二个问题 好好 喂 喂 我 还没把我放下来 你们就走了 喂 喂 这张床死过人 我还不想死啊 根据说不得大师所言 八王爷就是这样 被活活地饿死 现在说不得 连同割肉大师 魏大人 正敢去上出大人的敬事 好一个说不得 皇上 说不得大师还有事相求 大师奔走三处凶案现场 恐慌耽误时间 望皇上延迟除斩凌峰 好 朕 皇儿 万万不可 母后 凌峰始终嫌疑最大 延迟除斩 万一再有牺牲者 这个责任谁来担当 大家可还记得 当日案发的情况 我们撞门进来的时候 尚书大人 已经身中三十九鞭 到卧地上 流血不止而死 因为当时门是繁锁的 所以大家都以为 没有人进来过 只是尚书大人 不知何故发狂 将自己鞭打而死 事实 只不过是凶手 固步一阵 令我们以为 尚书大人是自杀的 当中的关键 就是这东西 戈尔大师 我问你认为 是用冰雪上次尚书大人 阿夫 问得好 阿夫 首先 凶手将尚书大人 冰打至死 然后 就用一堆冰 将门栓 塞紧 门栓就不会掉下来 把门锁上 那么凶手 就可以全身而退 离开了静世 那个时候 房间里点满了蜡烛 所以温度很高 在凶手离开了 两个时辰之后 门栓的冰 已经溶解了 所以门栓就掉下来 而这房间 就变成了密室 戈尔大师 我说得对吗 魏大人 你认为如何 简直是天衣无缝 来人 在 立刻回宫 禀告皇上 第二件凶案 已经被两位大师破解了 是 大人 好 解释得合情合理 立刻派人赶去沙滩 看看说不得大师 他们进展的如何 如有结果 马上向朕回报 是 皇上 说不得 时间不多了 你只有一刻钟 张大人就服侍在那里 但是除了张大人之外 沙滩上 没有其他人的脚印 故此太后认为 是邪术杀人 并非是凶手行凶 对了 慈行大师 依你之见 凶手是怎么样杀人的 魏大人 张大人根本不是 在这儿遇害的 是凶手先在别处行凶 然后遗失到这个沙滩的 接着这个凶手 就背着张大人的尸体 来到此处放下他们 也就是说 沙滩上面的脚印 就是凶手留下的脚印 如果脚印真是凶手留下的 那么他是怎么样离开沙滩 而不留痕迹的 魏大人 你看看 凶手就像我现在这样 一步一步地向后退 还要沿着自己的脚印 所以 我们才找不到他离开这儿的痕迹 魏大人 此行大师 据贫僧退断 张大人的尸体 就这样被人放在这里 而这个凶手本身 不留任何痕迹 两位大师果然观察入围 来人 再禀告皇上 是 他是杀人犯的 是 杀人犯的 杀了很多红清国气啊 杀人犯该杀呀 杀人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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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到 杀 杀 不要啊 杀公 不要 杀公 不要啊 杀公没命你啊 不要过去啊 娘子 杀公 王小留人 杀 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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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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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凌峰与凶案无关 立即释放 钦此 领旨 娘子 娘哥 娘子 没事了 没事了 我是不是真的没事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我想一定是说不得大师 将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 没事了 两位大师不愧为当代高僧 所谓难有布袋和尚 悲有割肉大师 这次幸亏有两位 否则朕不但杀错好人 还会让真凶逍遥法外 是啊 两位大师应该早就知道了 吓得我们寝食难安哪 是啊 是啊 说不得大师 算你立了个大功 你智慧过人 你应该知道谁是真凶吧 太后 这个凶手智慧极高 他的智慧比邪术更可怕 如果是邪术的话 贫僧倒有信心破解 不过 到底凶手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他何时再出现 我们也不知道 为何杀人 何时杀人 还要杀多少人 我们全都不知道 而且 这个凶手随时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杀人于无形 太后 你要小心啊 这个凶手真是防不胜防 哎呀 说不得 你不要再卖关子了 到底谁是真凶啊 太后 贫僧已经说了 贫僧的确不知道 不过要找出真凶 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你就别卖关子了 有什么办法 是啊 是啊 这个凶手可以连续杀死三位皇亲 也就是说 他对皇亲的生活习惯非常熟悉 也有可能 这个凶手 是最接近我们的人 也有可能 是你们其中的一位 混账 我们十八位皇亲 经常一块诵经念佛 感情深厚 你竟然说我们其中一个是凶手 说不得 你不要再次挑拨离间 胡说八道了 母后 之前说不得也说过 三位皇亲不致死于邪术 你也说他是在胡说八道 你还是让说不得 继续说下去吧 皇上 现在要找出这个凶手 只有一个办法 说不得想请各位皇亲 到慈云塔小住五日 到时就会真相大白了 不是吧 住五天 万一罗汉又流血泪 又会有人死了 不行 皇上 太后 贫僧认为说不得大师的方法 也未尝不可 凶手行踪不明 我们很难知道 他下一个目标 是哪位皇亲 如果一起住在慈云塔 可以加强侍卫守护 确保太后 以及各位皇亲的安全 相反 倘若各位皇亲分散的话 万一又有罗汉 突然流血泪 我怕我们恐怕会顾此失彼 鞭长莫及啊 大师言之有理 说得也是啊 如果两位大师肯陪我们一起去的话 我们就放心了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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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 灵大哥是手工一楼的工匠 双手是最重要的 妹子 你看看灵大哥双手复原了没有 要是还没复原 就拿家传圣芳把它医好吧 哦 灵大哥 我来帮你看看 劳烦 灵大哥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骨头也没有折断 红肿也都消了 那就好了 灵大哥 贫僧有件事 想请你帮个忙啊 大师 我临风性命是你救回来的 所谓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要你说一声 就算赴汤蹈火 我也在所不辞 好 我要你陪我去一趟祠云塔 大师 莫非你还怀疑我们 我想我真的没有杀人 我怎么会怀疑灵大哥呢 刚才贫僧请灵大哥帮忙 灵大哥问也没问 就立刻答应了 一个这么老实的人 怎么会是杀人凶手呢 其实我想请灵大哥 帮我查出杀皇亲的真凶 大师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既有所求 我自当义不容辞 但是你要我帮那些佛口舍 灵大哥 你又不记得了 你刚刚才说过 只要我说不得有所求 你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的 少爷 您就别强人所难了嘛 你 怎么样 那好吧 我答应你 徐德 你要去慈云塔找凶手 为什么一定要带着灵峰呢 既然这个凶手 可以用十八罗汉像来固步一阵 要吓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以秦之道还至秦之身呢 哦 因为灵大哥是最好的工匠 所以你才找他去帮忙 少爷你可真滑头啊 还以为你关心灵峰的伤势 也让你另有所求 还使账抓人家语弊 如果我不这么做 灵峰又怎么愿意跟我去慈云塔呢 少爷你的计划可真周行啊 简直是测算什么 再教你一遍 是测无一算啊 是 凑不一算 别说这么多了 我们回去准备一下吧 是 小二 结账 我说 我们每顿饭一粒米都不剩 怎么今天吃剩这么多啊 是啊 这顿饭好像特别地安静 是啊 一点声音都没有 惊得这两耳朵真是发懵啊 糟了 这回算漏了 算了那只鸡渣雀啊 惨了 那个鸡渣雀 还掉到八王爷的净石里边 过了这么多个时辰 谈不得会不会 阿福 饭菜打包 一块带走 他不得 他不得 几位老兄 麻烦你们放他下来吧 他不得 他们得 他们得 他不得 帅爷 你他死了 你看他得一副死相 你不要乱说话了 才饿了一天 哪儿这么容易死啊 他没有死啊 他还有气 有气 快点为他吃点东西 他就会没事了 嗯 把汤端来 哦 去去去去 怎么样怎么样 没事吧 他们得 不用怕 师兄在这里 哎 他们得 别碰啊 他们得 你放心吧 师兄一定帮你的啊 来来来来 来 给他喝汤 来 给他喝汤 来 给他喝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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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下去啊 吞下去啊 他们得 不关我的事 全都是怪阿福不好 是啊 我跟他说过了 说我要见魏大人 叫他先回来把你放下来 他硬是要跟着我 真是麻烦透了 来来来 喝汤 来来 喝汤 来来 喝汤 帅 你刚才说我什么了呢 没说什么 没什么 你差点害子师妹了 吃鸡腿 吃鸡腿啊 他们得 吃鸡腿 你烫了啊 嗯 嗯 怎么样 好吃吗 精神好点了吧 来来来 你眼睛怎么了 有事 算了 你也别挂阿福了嘛 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大人不计小人过嘛 来来来 吃东西吃东西 帅爷 你刚才跟他说的是什么 关我什么事 你少说两句吧 啊 啊 啊 自明 够不够 不够再拿馒头来给你吃 嗯 好不好 啊 啊 干嘛 哎 怎么了 你脚疼啊 什么脚疼啊 拿着 哎 哎 快帮他脱鞋吧 哎 把鞋脱下来 哎呀 他捂了一天的脚都臭了 快脱下来吧 哎 你放心 一定不会有事的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吃吃吃吃鸡嘴 来来吃吃吃吃吃 啊 吃鸡嘴吧 吃 来来来来 我打死你 打我干什么 我打死你 关我什么事吗 阿宝 哎 你还不肯认错呀 快点道歉 少爷 你开什么玩笑 关我什么事吗 哎 他们的 不关你的事 我打死你 你怎么还打死你 我打死你 别打 打我干什么 哎呀 哎呦 哎别打了 打什么呢 哎呀 想不到他们得复原得这么快 哎呀 吵人见面 分外眼红吗 哎呀 哎呀 小懒小懒小一小 一小一切都变可爱 醉间恶口丑嘴就发动 喝彩 你只要恒小一笑 什么碎事都变精彩 各种懒根烈根性发动 能来事件灾事件灾 突破心中呼气待 谈小间 潘小间 游子色家一笑 精彩自在 吴非 金某树 吴非 怎么今天整天都不说话 我们在训练 我们决定七天七夜都不说话 哦 你说话了 你还不是说话了 好吧 我赢了 我没说话 小土 你这不是也在说话吗 阿弥陀佛 人人都可以指出别人所犯的错 但对于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师父的意思是说 我们指人家错的时候 自己未必是对的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阿弥陀佛 现在 现在